政府目前預先採購的疫苗分別 就是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滅活疫苗 復星醫藥德國藥廠Beyondtech的核酸疫苗 以及阿斯利康牛津大學的病毒載體疫苗 我們的目標仍然是每一種疫苗的技術平台 採購至少一款的疫苗 即是採購四款不同的疫苗 總採購劑量將足夠供應 在最少全香港是兩倍人口 根據疫苗供應商提供的資料 準備公港的首批大概是100萬的劑 復星醫藥德國藥廠Beyondtech的疫苗 已經完成了他們的生產程序 並在進行安全和品質的測試 視乎有關的測試順利完成和通過 有關的疫苗預計可於在二月下旬 由德國混抵香港 就著早前歐盟公布會啟動出口管制的機制 在必要的時候它說會禁止新冠疫苗出口 我們其實是極度關注的 並且會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我們已經率先向復星醫藥提出 需向相關各方了解 而致力確保按預先採購協議 出口公港的復星醫藥Beyondtech疫苗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在地下方的營詞